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实施统计系统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0号18点30分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6万020例 死亡人数达到2953例 而在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.6万余例 死亡216例 也就是说这10天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翻了10倍 死亡病例更是翻了13倍 确诊者10天翻10倍 这与美国检测量增加有关 除了检测量提高 隔离措施执行不利 也是导致美国病例快速上升的一大因素 部分地区的隔离措施已开始加码 当地时间3月30号 美国华盛顿市长宣布 所有居民开始执行居家隔离令 除非是采购生活物资看病等必要活动 违反者将会被警告 严重违反者将处以5000美元罚款 25号华盛顿已经要求所有非必要商户停业